哈囉大家好,我是離空 歡迎回到少女漫畫還有小說推薦 好久沒有推薦喜歡的日本漫畫跟小說了 今天呢,就來整理整理2021四月 已經出版的離空特別關注的一些作品吧 已經推薦過的呢,我會盡量不要再重複 那今天呢,總共有四部漫畫和三部小說 離空的影片都是上CC字幕 有需要的小夥伴,別忘記打開哦 首先呢,是漫畫 第一部,愛我吧,離貓小波 作者呢,是赤瓦長流夢 由東立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為3月11號 故事呢,講述身為離貓後裕的女主角小波 化身成為人類美少女的樣子 來到人類世界,尋找結婚對象 但是呢,卻因為他肚子餓 所以呢,不小心變回離貓模樣的時候 被一對兄弟撿回家 這對兄弟呢,正好就是一個非常喜歡人類型態的小波 另一個呢,非常討厭人類小波 但是在相處的過程之中呢 這對兄弟漸漸的和離貓小波產生了深刻的友誼 對,我知道聽起來有點荒謬 但實際上就是這麼荒謬 因為呢,這部作品呢,是一個有著少女漫畫的外衣 實際上卻是搞笑風格的漫畫 女主角小波呢,不僅又搞笑又可愛 而且還會各種奇怪的禮貓髮術 離空覺得呢,是一部喜歡小動物的女生 可能都會蠻喜歡的作品哦 第二部,我與獵物的暑假 這部作品呢,是由長紅出版社出版 離空之前推薦過另一部作品 鐵壁蜜月的那位作者 田中機械的另一個作品 1月4號發行 但這次呢,這一本是全一畫 對喜歡短篇故事的人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書名呢,有一些害羞 但離空我個人覺得啦 這部作品其實超級超級純情的耶 不過呢,會取這個書名也是有原因的 大家可以仔細去看這部作品就知道囉 講述體弱多病,風一吹就會倒的少女 未來,她和同班同學 被稱作是獸王的不良少年呢 一起管理學校的菜園 我們先不要吐槽這個中二的稱號是怎麼來的 我們只需要接受它就可以了 總之呢,就是一部甜甜的可愛少女發現 不良少年不是大家口中的那個不良少年的 真實樣貌的,可愛的,現實不會有的青春物語 看著呢也是蠻開心蠻溫暖的 第三部,戒指選定的未婚妻 戒指選定的未婚妻同樣是最近常常出現的異世界題材 由台灣角川出版2月22號發行的 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漫畫作品 離空我目前是還沒有在台灣看到它的小說發行 如果有其他大大門有這方面的資訊補充呢 非常歡迎你的留言或者是私訊哦 故事呢,講述一項低調生活 對愛沒有興趣,只喜歡刺繡的伯爵千金奧維拉 因為一直擁有神聖力量的戒指 而被選定成為了一位魔法騎士的未婚妻 於是呢,神之人選就被迫談戀愛了 這個讓單身狗情何以堪 第四部漫畫呢,是之前就有介紹過的 雖然作為救世主被召喚到異世界 但因年過三十,只好來偷開咖啡廳 超級長的一部書名 由常鴻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呢是2月5日 怎麼看呢都是一部女主角快樂轉身到異世界的故事啊 但離空不知道為什麼她被歸類在男性上的書裡面 女主角呢,越奈,被召喚到異世界去當救世主 聽起來很瞎,聽起來也很開外掛 但是呢,我們只需要接受就好了 但因為呢,主角呢,她通常當然就是不想要接受這個現實 所以呢,她只好做一些交換條件 做一些她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嗯,少女漫畫的套路呢,就是這麼簡單 不想談戀愛的就會被抓去談戀愛 不想轉身到異世界的就會被迫轉身到異世界去當救世主 沒得選,這個世界呢就是這麼傲嬌 接下來呢是小說的部分 第一部呢就是從去年開始敲碗敲到現在的 《我的幸福婚約》 先好好的膜拜一番 由台灣早川出版 3月24號發行的《我的幸福婚約》 這部作品呢,在台灣很早就拿到了授權 但是一直一直沒有看到它的出版 現在呢,終於有了小說 但是漫畫呢,離空我還沒有看到 希望未來呢 漫畫也可以一併發行 這部作品呢,讓讀者看的時候呢 會感到非常的壓抑、難受、難過 但是又感動 最後還很欣慰的感覺 故事講述女主角美氏 從小呢,就像一個灰姑娘的設定一樣 被自己的繼母呢,還有繼妹欺負長大 甚至呢,可以說是虐待 讓她活得不像人一樣 而且讓她個性呢,變得非常的自卑 這樣的她呢,也因為家族的關係 被迫嫁給了一位非常年輕的軍人 青霞 但是呢,就像是非常多的那種言情小說一樣 男主角青霞和女主角美氏 卻意外的非常非常的適合 而且呢,都是彼此生命中的男女主角 成為了一對讓人非常羨慕的神仙眷侶 但是呢,反派怎麼可能這麼輕易的 讓女主角過上好日子 在女主角卑微懦弱的性格 遇見了男主角之後呢 漸漸的敞開了自己的心房 成為了一個堅強、勇敢、而且愛自己的人 重拾了她的自信還有笑容 讓讀者們呢,看到女主角漸漸茁茁 茁壯改變的整個過程 超級有種像媽媽的心情 而我們的男主角青霞呢 也不負眾望的好好保護了我們的女主角 讓人真的看得非常痛快 這部作品屬於典型的 灰姑娘類型的少女輕小說 目前呢,這部作品日本小說已經出到了第四集 漫畫呢,到了第二集 希望台灣也能夠趕快跟上哦 小說呢,趕緊快去買一波 讓我們的漫畫也可以出版吧 第二部推薦小說呢 是同樣由台灣角川出版的 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胸控 由台灣角川在2月22日出版 目前呢,也是只有小說沒有漫畫哦 和大多數的轉生異世界作品一樣 這部作品呢,女主角又轉生到了遊戲世界當中 成為了反派千金的角色 但是呢,前世身為反派千金哥哥的粉絲 女主角發誓要好好守護這個魅控角色 於是呢,就開始了一場 胸控守護魅控的開外掛人生 喜歡看魅控設定呢,填寵類型的讀者來說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日本的網路連載應該是已經完結了 希望實體書呢,也能夠完整的順利出版 然後再出個漫畫之類的 最後一部小說呢,是離空私心推薦的 因為它不是日本的青小說 而是美國的青少年文學 就是《目光之城》的番外篇 相信有一點年紀的少女呢 可能都有經歷過《目光之城》那時候的旋風時代 充滿了各種不切實際的 少女戀愛妄想元素的集結大宗 就是《目光之城》 雖然呢,不得不承認 《目光之城》就是寫給有少女心的人看的 所以也有很多可以吐槽的點 但是呢,身為本傳的粉絲 真的這部番外篇不得不入手 因為這本《午夜陽光》 就是過去高中時期呢 一直期待能看到的愛德華的視角篇 小說之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用女主角貝拉的視角去描寫整個故事的 也營造出男主角愛德華那種神秘高倫的形象 但是作者好幾年前就有表示 一直有打算在出版愛德華視角版本的故事 但是出版的過程呢 一波三折 最後呢,只好擱置了 如果你沒看過《目光之城》的小說版 李空建議你可以去把本傳那一套買回家 現在應該是有打折的吧 好啦,以上呢就是這次的漫畫小說推薦 有任何你想推薦的作品 或者是資料的補充跟修正 都非常歡迎你的留言 喜歡和我們一起討論漫畫、小說還有動漫 也可以訂閱李空的YouTube頻道還有IG 那我是李空,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小說法